RenderForce.com 避免不少仓皇词妙后尘。她建议蔡英文这么做。 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,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常蔡正元5日指出,蔡英文当务之急,就是涌落新当选的诸侯。 不分党派组成执政连线,快速做出政绩,否则很快就会成为第四个仓皇词妙的卸任总统。 蔡正元今天在脸书指出,不知道为什么,现有的卸任总统,从李登辉,陈水扁到马英九,以及未来的蔡英文,在卸任时都是威望扫地,仓皇寺庙。 她认为,蔡英文显然试图力挽狂澜,想避免仓皇词妙的命运。 但是民进党早已变成新潮流党。 蔡英文若做不出政绩,又任由赖清德选上党主席,蔡英文时代只能到数计时。 蔡正元分析,蔡英文聪明的策略只剩一招,就是涌落新当选的诸侯,不分党派组成执政连线。 快速做出政绩,否则很快就会成为第四个彷徨辞妙的卸任总统。